如果你的头脑或智慧不纠缠于任何的身份认同 包括你的身体 包括你自己的思考过程 包括你自己的情绪 灵性进程就会是非常自然的 如果你的智慧不与任何东西纠缠 你的智慧将自然而然的 探寻并开启生命的不同维度 你将自己认同于某些东西来寻求安全感 寻求安全 寻求自我保全 除此之外他没做其他事情 请看到这点 他给了你虚假的归属感 而你终有一日将摆脱他 当你与自己所不是的东西产生了认同 你的智慧就受到了困扰 他将围绕那个东西开始循环 无论你讲自己认同于什么 你的智慧只会围绕着那个东西运转 请看到这点 对吗 如果你讲自己认同为你的宗教 你的国籍 你的家庭 他只会围绕那个运作 这是某种偏见不是吗 带有偏见的头脑 无法看清 带有偏见的头脑 无法生生 生命的许三 简直而已 当我说带有偏见的 这是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上 不不 我思维太过宽广 我没有偏见 嗯 是你的偏见的非常宽广 你知道 你的头脑以某种特定的认同方式运转 一旦存在认同 就会有偏见 某一天 一个男人死了 他去了天堂 在那儿 上帝亲自打开了天堂的门 欢迎他 上帝说 看 我有一些杂物 要完成后再回来 请你帮我看一会儿门 我很快就回来 他感觉非常好 你知道 代替上帝 这很棒 代替上帝 为上帝代办可不是小小的荣耀 不是吗 看门 但没关系 你在做上帝的工作 他等待着 发生点什么 令他苦恼和震惊的事 他的妻子出现在了门口 他说 什么什么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可不是当地的酒吧什么的 你是怎么跟上我的 他说 嗯 我刚从赃礼上开车回来 我出了车祸 就到了这里 那时 当他进来的时候 上帝给了他一个测试 当他来到门口时 上帝问过他 你看我的孩子 你已经来到这里了 很不错 但如果你想今天躺 你必须 评写出一个词 于是他想 我的上帝啊 这老人是学校教师吗 他在问评写 即便在这里 也有该死的评写测试吗 上帝说 你别担心 这是个简单的词 什么词 天父 上帝说 你的评写出这个词 love 于是 于是他想 l u l 你知道他跟很多人说过我爱你 但他连一个字母都没写过 于是他想 l u l v l o v e 上帝说你通过了进来吧 他说好的不管怎样我打对了 现在他的妻子来了 他说好吧你已经来到这里了 但是除非你评写出一个词 否则你不能进来 他说哦拜托 如果你都能拼得出这个该死的词进去了 我会做不到吗 告诉我这个该死的词 他看着他说 这个Slovakia 头脑是一种非常带有偏见的东西 你要知道它完全取决于你将自己认同于什么 无论你将自己认同于什么 你的头脑就会 made another dream 现在你将自己认同于很多你所不是的东西 很多 例如 如果我说 我一边说话的时候 如果我突然拿起了这个玻璃背 说 这是我的玻璃背 你会想 好吧 Satguru有点问题 但没关系 每个人都说他很有智慧 让我们停下去 过了一会儿我说 这是我 那你会说 我们走吧 收购了 这太过分了 请明白这就是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 例如 有很多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比如说 食物出现在你的盘子里 你说这是我的食物 你吃了它 然后你说这是我 不是吗 不是吗 你所谓的我的身体 只是一堆食物 不是吗 对吧 是你吃下去的食物 不是吗 你所积累的东西 可以是你的 我现在不会来争论这个问题 但它永远不可能是你 不是这样吗 对吗 无论你累积了什么 它可以是你的 但它永远不可能变成你 不是吗 你是否在一段时间内累积了你的身体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是否在一段时间内累积了你的头脑 是吗 但是这两样东西 现在你称之为自我 不是吗 它并不至于此 它会衍生到很多事情上 你的家 你的车 你的东西 你的钱 你的孩子 带着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其他很多东西 你的宗教 你的想法 你的意识形态 每样东西 你将自己认同于 太多并不是你的东西 一旦你这样做了 你的智慧就不知所措了 这就是一种靠不住的智慧 它失去了穿头礼 它只是重复着陈词难调 你有听说过 Tanari Ramakrishna吗 哦 Tanari Ramah 是Krishna Devaraya宫廷里的一位 Krishna Devaraya宫廷里的一位 此处于某些政治原因 他的母亲不得不将几个月大的Krishna Devaraya 交给另一位父女照顾 自己离开了 这个孩子与他的母亲 分开了一年半 但有另一位父女照顾 这位父女也有一个孩子 她比Krishna Devaraya大几个月 于是这位父女把Krishna Devaraya 当她自己的孩子那样照顾 Krishna Devaraya宫廷里的父女 他长大了 后来他母亲回来了 接回了他 后来他成了一位伟大的君主 那么那位父女的儿子 Krishna Devaraya总是使他为兄长 把他当做兄长 因为我们喝过同一位母亲的奶 所以我们是兄弟 他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 因此 为了表达他的感激 他赐给这个男孩几座存庄 说好 你建立自己的王国吧 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得到了这些东西 没几年他就将一切会活殆尽 失去了所有回到老样子 Krishna Devaraya后来成了一位伟大的君王 有一天 这个男人 他当时已年过三十 他想 我弟弟已经成为一位伟大的君王 而我一无所有 让我去那儿看看 我能不能从中得到什么 于是他去了 Krishna Devaraya 想欢迎一位 兄长那样 欢迎了他 他给了他所有必不可少的荣耀 所有必不可少的款待 并在宫廷上给了他一个位置 他就看着这一切 Krishna Devaraya的宫廷上 人才积极 他看着所有这些 每天各种辩论进行着 音乐会举行着 他完全震惊了 尤其是 这位 天哪里拉玛 如此极致的助手 于是他向Krishna Devaraya 叹息道 你这么成功 你之所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君王 是因为你有这么多智慧的人在身边 如果我有 像这样的人在身边 我也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君王 特别是这位天哪里拉玛 我身边要是有他这样的人 我也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君王 Krishna Devaraya 对此感到难过 他问 我该做些什么 我的胸肠 他说 如果你能把天哪里拉玛给我 我将去建立自己的伟大王国 于是Krishna Devaraya 立刻把天哪里拉玛叫来 命令到 你必须跟我的胸肠走 他要你 于是天哪里拉玛说 哦你的胸肠要我 为什么 我可以把我的胸肠拍给他 这对Krishna Devaraya来说 似乎是个好办法 因为 他不太想 失去天哪里拉玛 但同时他的胸肠提出请求 他不知道怎么办 哦你真的有一位胸肠吗 我之前怎么不知道 您不知道 我有一位胸肠的 把我的胸肠拍给您的胸肠吧 那么在宫廷的全体机会上 一旦你和并不是你的东西产生认同 你的智慧就没用了 它只会变得重复 那么这种重复的智慧就是我们所说的夜里 当我们说 当我们看见某人正在经历某种模式 不管他说出的情况如何 太阳今天早晨美好的生气了 但有人却很痛苦 嗯 花儿在绽放 天气很好 所有的东西都很好 有人却很痛苦 那我们就说 哦这是他的业力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造作 因为他建立了某种循环的模式 他无法享受日出 无法享受美妙的威风 他无法享受花儿的芬芳 他的业力在进行着 他头脑中所进行的事情在支配着他 这就是他的业力 业力意味着行动 你的行动 或者换言之 你的生命体验 百分之百是你的造作 与别人无关 帮助阳